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来 后来我明白了 我看了个新闻 他太忙了 我干什么新闻的 国学现在成了佛山监狱的必修课 服刑人员想见余丹 我们这余丹忙的到处讲演 连监狱都请他去讲国学 而且我这一研究 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监狱改造一直是个问题 你如何能够把这些罪犯的心理改造过来 至少现在佛山监狱的办法 早餐后集体念三四经 然后每周背一首唐诗 而且还挺普及 我听说还有的监狱是弟子归 甚至不光监狱了 公司都这样 就是说整个中国所谓的国学热 最近我也看到一个国学研究家写一篇文章 他说这叫国学虚火上升 说那是国学吗 就是说是不是说所有的小学生每天早上背诵三四经 中国就算国学热了 传统文化就接上了 不是 他这什么 今年秋天秋季实业就9月1号的时候 我知道的已经是不止一个省 不止一个小学 全体学生 而且都穿着古装 他说叫汉服 可是那帽子我怎么看着像大清国的那个 那圆圆的那个帽子 而且有的地方啊 就成都有朋友就跟我说 说成都有 成都啊 那个9月1号的时候天还非常热呢 可能那最高温度还是30度左右呢 这些小学生穿着呢 全都汗流浃背 然后用集体朗诵三字经啊 来这个 来这个这个开学典礼 我就觉得有点过来点 要说严重的话 我比那个虚火上升啊 说的还难听一点 我说有点走火入魔 全民都这么搞起来啊 又成搞运动 另外就是企业里头让大家都学弟子规 这可以啊 企业学弟子规呢 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徒 你在干活 你得守规矩 你得听老板的话 你得乖乖的 那老板学什么呢 咱们现在国学里头没有让老板学的 老板学修其置评啊 真其家置国评天下 他有这个问题 三字经啊 我重新看了一遍 三字经啊内容啊有很多啊 他很容易背 很容易记 也还是合理的 这个比如说出必告 不是 出必什么 出必问 反必告 就跟父母 家里跟父母 你小 你要出门 你得说一声 说我上那个哪个街坊那 或者我哪个同学那 还有什么东则温 夏则清 所以据说小孩有看 东泽温就给爸妈的冬天五倍窝去了 然后让老爸老妈感动 直流眼泪 说要补读这三字经 他哪干这事都是小皇帝 他也有好处 他有好处的 绝对他里面有合理的东西 还有一条 就这个东西在中国人 他深入人心 批判了90年了 他不但没断 而且一弄起来就热火一团 但是他也有很显然的 他非现代的一些东西 因为他只讲这一面的理 你比如说这个 对于我们中国儿童现在最缺少的 游戏 游戏 锻炼身体 想象力 创造性 维权意识 这三字经上咱们可不敢讲这个 他们里边投悬梁追刺鼓 是什么 秦有功戏无益 这都是违反现代心理学的 儿童最有 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通过游戏 你这怎么能说戏无益 现在正说 教育部都说减少小学生课业负担 你还投悬梁追刺 当年国家领导人都批我多少次 关于减负的问题 弟子规也是这样 弟子规 当然做弟子的应该有一定的规则 但是劳动法呢 劳动者的权益呢 工会法呢 咱们有劳动法 有工会法 有好多东西 所以你得 咱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 尤其是小孩 你最后还是要跟现代化接轨 当然现代化也不是十全十美 咱们也有些很有才的同志在那说 说现代化有什么好 是现代化 但是你老不现代化 不是更糟吗 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是物极必反 一个是积不择实 就是说物极必反是因为咱们这么多年 他不讲这些传话 都是革命文化要把这些全扫荡 但是这一下子一顺溜 这么几十年下来了 然后我们对这些革命的很多的这些经典 革命文学也好 革命信念也好 又有了很多疑问 那最后这东西就是一个空白 当你重新在积不择实 在恶补 这时候你等于天上要你饿到这种程度天上掉一什么馅饼 管他是粗细你反正抓了先吃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过去听一个学者这个讲课哈 他开始说的东西啊 我不太能够理解到近些年我慢慢能够理解 他就老说呀 就很多问题啊 你们文化水平低 文化水平低 我这么说呢 好像有点说瞧不起这个读书不多的人 可是啊 我总觉得就不管是三字经还是什么国学 真正的了解和当成宗教教义一样去背点条文啊 他还是两回事 这也很好 你讲的也很好 你像最近我看陈南青就有一句话 就说是什么说是这个煽动孩子闹国学 就跟煽动孩子闹革命 他没什么两样 他这个话也许讲的有点有点极端啊 可是我我总是觉得 中国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水平低 比如说如果我们都具备了基本的科学常识 尽量多读一些书 人应该放宽眼界 不管是中国古文还是什么外国的民众 你都应该读 你在这样一个文化水平的基础上 再去 哪怕你去读佛经呢 你也会觉得有他的道理 对我有启发 对 可是中国你知道吗 他有些时候就是说 如果你并不真的了解 全民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对 那么说实在就跟当年弄什么红茶菌呢 或者人体特异功能 甩手 甩手啊 你很容易搞成一种准宗教的一种东西 实际上你是不是真理解这里面是啥意思 你看丹青说这话好像是矛盾的 就是说闹革命是一个破规矩的事 对吧 然后你闹国学 其实国学里边很多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是个立规矩的 立规矩 是反的 可是我们这两件事的形式 它的方式和态度是一样 都是粗放行的 都是大拨轰的 然后还经常用一种行政化的一种权利 有某种就是连哄带骗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让你全一顺下 也不用在自己经过各地的思考来选举 我平常很多时候我在机场 你就看见卖书还是录像带的 我觉得那个个都是大仙 讲儒家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跟你们讲 谁说儒家不懂市场经济 儒这个字 大家看 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虚 满足人的需要 我们一回家早就搞市场了 沈少 这叫忽悠 这忽悠 这个您让小沈阳去表演就行了 就是中国很多时候是个演说家 他有一种气场 能说催眠 然后呢 不具备基本科学常识理性的人 听了之后 跟那个搞传销的似的一样 我跟你说 这国学吧 刚才说呀 我到现在为止 不认为他是自上而下的 观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最正经的 就是那种什么 中央文件 国务院文件 我基本上没见过 国学俩字 而是什么字呢 就是弘扬 传统文化 有的甚至于是弘扬 就是先进的 是精华的 或者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 就是说 因为从毛泽东 主席那时候 他就喜欢讲啊 有精华 有糟薄 是不是 要吸收他民主性的精华 剔除他的封建性的糟薄 你看十六大 十七大文件里的 没有国学俩字 我对此啊 我还做了一番研究 我对弘扬传统文化 我也很有兴趣 是不是啊 我又研究 又准备研究了 我又聊《红楼梦》 我又聊李尚言 又是老子 庄子 最近我还有关于庄子的书 我挺有兴趣的 可是我对国学 我很少用这词 因为这词你弄不清楚 你说到底骂叫国学 骂叫国学 我查字典 词源上没有这个词 词源里边的国学 就是由国家建立的学校 这是古代 管这个叫国学 国子建 我认为这是叫国学 这可以 慈海上有这个词 一个是国家建立的学校 和词源一样 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 他一说固有 我有点犯嘀咕 因为文化的特点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这汉语里就连语词 你都不可能都是固有的 你都有很多 比如古代的 少数民族的语言在里头 比如说琵琶 索纳 现代的坦克 沙发 你都不可能固有 这个文化这东西 你不要强调出身 所以他一强调固有 我有点 我有点 我有点底虚 北大李灵 有一个俏皮的说法 就是说什么是国学 他说其实国学 就是国将不国之学 因为以前是不这么叫的 怎么突然要国学 就是当西方文化 在那个晚清以来入侵的时候 突然中国的世代 FGA从朝野都感到了一种危机 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要灭亡了 这个时候突然这个词出现了 我们要保卫国学 这个国学实际上是在一个 跟西方的这种威胁之下 在一种危机感之下 出来这么一个词 以前没这词 所以说国学往往跟存亡绝蓄 四个字连一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这个热 我还听过一种理由 就说是现在 中国人价值空虚 叫价值真空 对吧 你比如说出现了很多事情 让我们觉得见死不救 或者是道德沦丧 或者是什么牛奶都放毒了 就是感觉到好像价值真空 你没有信仰 而且宗教基本上也就是那么回事 对吧 就说一个民族 他没有一些精神价值的高度 或者支柱 怎么能行 因此说国学热 我倒是至少从外边 你看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 说是美国时代周刊认为 就说是孔子 是中国输出的软实力里边 最妙的一个项目 说现在在全世界88个国家 已经有了282所孔子学院 272所什么孔子学堂 还有250多个国家和机构 向我们申请要成立 说这是你国家可以输出的一种东西 甚至有美国学者跟中国人讲 说我经过研究发现 你们孔子跟我们的国父 华盛顿的主张很有相似之处 讲诚信 比如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挺好 是吗 他这个东西让我感觉到的是 靠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够挽救道德 这个他有他好的作用 因为咱们就说中国自古以来吧 中国恰恰是一个最重视道德的一个国家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很犯犯道德化的 孔子讲天下为有德者居治 所以你统治的合法性 不在于法律程序 也不在于票选 而在于你有没有道德 所以你说中国是非常讲究道德的 那么但是后来呢 这个并不是由于现代化 或者由于革命所造成的 说是道德沦丧 既不是辛亥革命造成的 也不是人民革命造成的 而是因为孔子的 他的有些说法里 他比较片面 又被解释的就更加片面 您要看论语啊 你觉得孔子这人相当合情合理 但是他不讲平等 外国人讲平等 他认为这人呢 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君臣能平等吗 父子能平等吗 夫妻也不能平等 师生也不能平等 这几个都是有主有次的 只有一个朋友 这算相对平等的 那五轮里头有四个轮呢 都是有高有低的 但是呢 他希望你怎么知道呢 你能够让他合情合理一点 你想那个话吧 说三年不改父之道 可谓效益 他并不要求啊 你爹死了 你什么时候按你爹的这教导办 你保持三年 您别推急了 推急了那老爹刚死 你把老爹的规矩全改了 给人印象不好 这孔子他是一个 他力求合情合理的 问题不出的孔子这 而且孔子今天我们 因为他已经是外国人最承认的一个中国人了 我80年去美国的时候 那个美国电视台上 弄一帮人也做知识测验 他们最熟悉的说是你每人说四个中国人 最后得票最多的第一是孔子 是吧 第二张子一 第二是不是 第二是 或者是毛泽东 或者是李小龙 李小龙 李小龙 第二 李小龙毛泽东 最后第四个是陈查理 他也有电影 这是一个虚构人物 反正孔夫子仍然是第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到处建立孔子学院 我们还有孔子标准项 我刚刚从澳大利亚 从悉尼的孔子学院给他们讲话回来 是吧 所以我 世界的孔子学院 我去讲过眼睛已经好几个地方了 所以现在孔子 相当于歌头学院 他宣传德国文化 现在孔子真的是周游列国成功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国学热 我们不是跟孔子没关系 孔子也没让你搞国学热 也五四的时候也没让你搞打倒孔家殿 是不是 也没有让你骂孔老二 这都不是孔子的事 是咱们的事 咱们的事就是你能够 就是说阅读一点古代的经典 尤其是我们已经几十年把他给冷板 给他冷处理了几十年了 打入冷宫 现在又拿出来 又要么热炒一下子 大家什么先秦诸子 现在您上那个西单图书大厦 连鬼谷子都好几种版本了 对 跟着就是说一个于丹那本书 把中华书局多少年的亏损都翻过来了 是 但有两个问题 我有点 有点也许是欺人忧天 一个是这国学一热吧 都一块出来骂五四 这个不好 就好像五四的时候 把我们这么好的 我们这么伟大的国学 没有五四 你现在有资格谈国学吗 没错 没有五四以后 中国的这些变化 如果您现在还处在那鸦片战争的时期 八国联军的时期 英法联军的时期 如果咱们这还输了长辫子 女人裹着小脚 咱们一见 一见这皇上 是不是 赶紧先跪下 这样的话 中国还能有任何的希望吗 我呢 恰恰相反 我认为五四是给咱们 所谓国学的一个洗礼 就是咱们这国学 咱们清醒清醒 咱明白明白 光靠重复古人的这一套 已经这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了 我们赶紧自救吧 要自救就得好好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 先进的观念 对 至于五四的时候个别有这个说话 过激的说法 对 哎呦那当然有啊 那后来更多 是不是 而且当时我觉得其实那些民国时期那些五四胡适 他们那些文人其实是重新要在用现代的观念来整理经典 所以有一个说法叫打倒孔家殿救出孔夫子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 现在这个传统弱只是一条 其他的同时 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道家的还是国家都在一起 其实好多人说我们中国有两个思想上最活跃的时期 一个是春秋的时候就是百家争民 那孔子他们的那时候时期 一个就是民国的时候百家争民 你现在想想民国的那些人 你像鲁迅他是一个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 可是后来又左翼 可是又带着深刻的怀疑主义倾向 有孤弘明这样的彻底的保守主义者 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有社群主义者 有搞乡村建设的 种种的 但是他们都在一起都争民啊 到最后 大家能够在一个 当然这后来最后走向激烈了 跟革命跟战争有关系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个宿命吧 可能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要再要变成要打出来 只许一个啊 只许讲儒家 大家都穿那个汉服 我也不赞成 小孩都得背经 那凭什么呀 我觉得有的小孩他可以 他靠这个 他愿意学这个 其他的小孩他可能要学别的 你所有的选择都应该是平等的空间 教育部啊是清醒的 我大概两年以前了 上海有一个学校 就是都经学校 后来教育部立刻就表示 你都经学校 你这学历 我不承认 说你这就 说你这念了五年四书五经 然后你算小学毕业 我不承认 你算术不学 英语不学 这个神不学 我觉得咱们还有一个毛病 你不是你喜欢一样什么东西吧 不等于要以贬值别的为代价 最近还有好多人呢 有的是一开头还说是我说的 因为我看到有些咱们的汉语啊 不成样子的这种话 连咱们这个这个枪枪三人行啊 也不是前行三人行 是咱们就是贵凤凰电视台 也竟有把这个错别字 或者把成语用到了的这种情形 对对对 我就说咱们不能这样 可是马上网上怎么说 王某要抢救汉语 而且是抨击现在整天学英语 这就错了 你以为学好了英语 必须就是不会说汉话 才能学好英语啊 这不就绝了吗 你钱中书英语那么好 钱中书喊话说的差 对 是不是啊 季献林英语那么好 德语也那么好 还有印第语 梵语 对 他中文不成 是不是 你自个中文不好啊 就赖你自个 你甭赖人家这个 说我学英文学的 你学英文学的 又同时中文好的 有的是 我觉得啊 就是本来是平心静气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回家 看看自己的书架 也就知道了 你有兴趣看看外国书 你就看看外国书 今天有兴趣看看庄子 你就看看庄子 是 都很有道理 对 为什么非得好像山头 大旗 是 就是 而且感觉就是你死我活 有你没我 我这山头要不起来 不是 这个文化的最大的特点 它容量大 是 是 你物质的东西有限 比如我家如果就八十平方米 我这物质东西推多了 我装不下 但是你文化的东西 学问的东西 是不是 您又懂那中国的 看着文化先进入中国 您又懂什么黑格尔 是 坦德 就是什么什么罗兔 也 您 您又懂这个阿拉伯的这个 一千零一列 又懂伊斯兰教 哎呦 这又 这又是 学乎武车呀 学乎武居 武居 这就特别是 你好我是哲庭 欢迎收看凤凰子夜快车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外向钢铁客野上月会见到访的 中国外长雅士杰实时警告 北京如果继续在东海争议海域 开采油气田 日方将会向国际海事法庭 听出申诉 而欧盟国家外交部罩发表声明 谴责敌拜发生的八人刺杀案 并批评行凶者使用假护照入境 而对于中国黑客攻击谷歌的报道 有学者提出了质疑的论据 而几页快车 我们首先先来关注是 中日东海油田的争议 日本有媒体报道 日方上个月向中国警告 如果中国不顾中日达成的合作 开发东海资源协议 继续开采春宵等油气田 日方将会向国际海洋法法庭 起诉中国